转眼又快到了10月的尾巴 很快就要迎来美国传统的万圣节 选择服饰、装饰南瓜、药糖 是许多孩子在万圣节快乐的源泉 我们知道今年挨家挨户上门的灵异万圣夜 可能会被劝阻或取消 往年与朋友一起参与的室内鬼屋活动 和拥挤的化妆舞会都是存在感染风险的 所以一系列万圣节的传统活动将会在今年被暂停 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冠状病毒疾病 才是万圣节最大的恐慌 不仅如此 2020这个万圣节有可能成为一个史诗般的节日 因为2020的万圣节恰巧是个星期六 这意味着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庆祝 准备糖果、服装打扮和制作手工艺品 更诡异的地方是万圣节当晚也是一个满月 虽然2020年的万圣节受可怕的冠状病毒流行影响极大 但是仅仅因为我们今年需要保持收获距离 并不意味着万圣节一系列活动就可以轻易地被全部否定 这个万圣节一定要有计划的参与活动 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些头脑风暴 创造性地想出隔离万圣节的点子 小编特别为大家带来一套新冠疫情下的万圣节攻略 一起来动动我们的脑筋 让这个特殊的万圣节变得更加深刻和有意义吧 关于服饰 今年万圣节的服装上面比往年更有新意了 网络上已经开始大量销售2020年流行人物的万圣节服饰 比如已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鲁斯·金斯伯格 纪念已故查德维克·伯斯曼的黑豹 以及可能阻止冠状病毒传播的疫苗造型肯定会大受欢迎 另一个亮点是由于疫情期间对戴口罩的要求 以往的万圣节有些服饰配偶的面具 恰好为今年的疫情做了准备 在庆祝万圣节的同时还发挥了口罩的保护作用 正可谓一举两得 在万圣节来临的前一周 你可以开始穿你的万圣节服饰上街购物或者遛狗 或者让全家人穿上整齐的万圣节服装 骑着车在附近转悠 看着装饰品 更或者如果在合适的情况下 再加上网课或者视频会议的时候 你可以穿着你为万圣节准备的服装 也可以让氛围更加的轻松挥谐 关于南瓜 说到万圣节少不了可可爱的南瓜 不如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同事举办一场雕刻南瓜大赛吧 邀请参赛者投资几美金进来 用这些钱来买奖品或者糖果 在参赛人当中评选一二三等奖 获奖后主办人可以把奖品寄给获奖者 并上传到你们的social media 让大家共同分享万圣的喜悦 又或者组织邻居社区来场比拼 把雕刻好的南瓜放在院子里或者入口出来炫耀 我相信哪怕是雕刻水平不高的作品 也会引来大家的欢笑 毕竟在这个特殊时期 谁又能拒绝得了快乐搞笑的事情呢 关于糖果和万圣节食物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 万圣节最好的部分就是糖 今年少了爱家爱户TricoTri的活动 不代表这个万圣节 就可以少了最具代表性的糖果 在家后院做一个糖果坟墓 散布甲骨头 并考虑购买一个喷雾机增加额外的效果 把这些零食分散在草亭上 或者把奖品放在以万圣节为主题的装饰瓶里 然后把它们藏起来让孩子们找到 一样可以达到爱家爱户要糖的乐趣 又或者制作一些小糖果袋 在你的车道走道或前院排成一行 让如果来要糖的孩子们带走 在外面摆好椅子 迎接不给糖就导蛋的小孩子 远距离地欣赏他们的戏福 避免直接接触 记得分装糖果时一定要消毒和洗手 在万圣节特色食物上 你可以给家人或者自己在万圣节这一天 做一顿黑城晚餐 除了南瓜 你可以选择胡萝卜这些颜色相似的成色食材 或者给自己调一杯幽灵鸡尾酒 也是不错的选择 家里有小朋友的 可以教小朋友们做一些万圣节的主题饼干 也是一样的有趣 关于网上庆祝 为了继续保持人与人的生活距离 今年的万圣节建议大家多使用视频聊天 与朋友和家人网上聚会 炫耀服装和玩游戏 考虑疫情隔离这一点上 相信大家都赞成举办虚拟聚会 倒一杯饮料 穿上戏服 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万圣节 FaceTime或者Zoom派对 以后哪天回忆起来 一定别有一番趣味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今年的一些万圣节传统可能会有所不同 然而这些方法还是可以让家庭 在避免接触或传播病毒的恐惧的同时 获得乐趣 更重要的是疫情控制之前 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外出聚会 特别是有长期健康问题的朋友们 希望过了这个可怕的2020万圣节 接下来的日子不再恐慌 一路阳光明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